男人每次处理尸体都要把衣服剪掉 直到一丝不挂 今天的女士格外漂亮 她迫不及待要剪去她的吊带 突然女士睁开了眼睛 男人丝毫不见慌张 淡定地说她死了且死于车祸 安娜的记忆被唤醒 想起她的确遭遇了车祸 不过被撞之后的是她却没了记忆 她不相信自己死了 询问对方为什么她死了还能说话 听吧男人拿出了一张她的死亡证明 上面清楚地记录着她的死亡时间地点 安娜还是不信 一直强调自己没死 男人没理会她 开始介绍着她自己 她叫艾瑞克是个入恋师 负责帮每具尸体整理衣容 她一边说一边用海绵擦拭她脸上血迹 接着拿出了针线 就这么把她头上的伤口缝合好了 诡异的是她居然感受不到一丝疼痛 安娜原本确定自己是活着的 此刻对这个认知产生了怀疑 接着她看见艾瑞克拿出了一瓶黄色药剂 缓缓打进了她的身体里 很快她就晕睡了过去 等她醒来时艾瑞克已经走了 只有她一个人在这黑漆漆的房间里 她摸着自己脉搏 想确认自己是否还活着 震惊的是不管是脖子还是手腕上的大动脉 全都没有跳动的迹象 女人不信邪用力朝床板砸去 可她好像失去了痛觉 种种迹象让她产生疑问 难道她真的死了吗 与此同时安娜的男友也找来了这里 初世那天俩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安娜就是夫妻出走才出了车祸 男友十分自责想过来见她最后一面 艾瑞克拦住了她 严明只有直系亲属才可以见死者 男友不愿离开俩人起了争执 房子里的安娜听到男友的声音 立马垂着门呼救 可不管她多大声用力喊 外面就跟听不见一样 男友很快就在艾瑞克的驱逐下离开了 安娜在房间里找到一个电话 但因为没信号求救电话没能打出去 她唯一可以真相的途径终结 晚上艾瑞克再次来到这里 给她注射了药剂 因为次日她的母亲过来了 她听到了母亲的哭声 听到了她的不舍和难过 她想说话却醒不过来 母亲很快就告别离开 走之前她突然回头说 安娜生前最喜欢黑发 希望艾瑞克可以帮忙染回去 之后她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她再次醒来时 她终于可以动了 但她还是不明白 明明她可以像正常人一样行动 为什么艾瑞克一口咬定她死了 还不准她见家人 她拿了一把手术刀准备跟艾瑞克对质 突然她看到旁边有一具尸体 她走过去掀开白布一看 那个女人的皮肤又干又肿 嘴巴张开死不瞑目 安娜害怕极了 她不相信自己死了 她不想变成这样 于是她把剪刀藏在身后 趁着艾瑞克再次来到这里是刺向她 但却被她轻松躲过 安娜见形刺失败立马冲向门口 但大门已经被锁了 她逃不出去 眼看着艾瑞克一步步朝她逼近 艾瑞克丝毫不怕 还面带微笑地走到安娜面前 举起她的手 朝着自己脖子的位置刺过去 甚至挑衅地说下手吧 你还在等什么 原来她早就看准安娜不敢下手 才如此有恃无恐 面对安娜说自己没死的言论 艾瑞克也给出了解释 如今的安娜只是一个需要安葬的灵魂 而她就是负责帮助他们过渡 让他们早日安息 说完这些艾瑞克没有再解释 让安娜独自消化这些 走之前她警告安娜她没多少时间了 两天后就是她的葬礼 很快她就会被装进棺材埋进土里 这两天让她安分一点别想着跑出去 当晚隔壁那个老太诈时 走到她床前跟她说 安娜被吓了一大跳 转头突然看见有个房间的门开了 她小心翼翼地走过去 刚伸出手试探就被拉了进去 紧接着一个恶魔女孩出现了 这句话像魔咒一样回荡在她耳边 一遍又一遍 安娜突然惊醒原来一切都是一场梦 可知这场梦太真实了 她不想死她真的不想死 她得想办法离开这里才能获取一线生机 于是趁着艾瑞克过来给她送兽衣的时候 偷偷顺走了钥匙 听到她开车离开后 安娜急忙拿出钥匙开门 但钥匙太多了她只能一把把式 而外出的艾瑞克也在便利店买东西的时候 一摸口袋才发现钥匙不见了 她怀疑是安娜拿走的立马开车回去 而安娜也终于顺利开了门 却发现了外面空间居然这么大 怪不得上次求救没人能听见 她急忙跑到大门口要开锁 就在她刚打开门马上就要逃出去的时候 艾瑞克回来了 安娜立刻撤了回去然后跑上了楼 找到了一个电话 急忙打给男友让她来救自己 可男友已经认定她死了 此刻的求救的电话就如同恶作剧 所以她毫不犹豫挂断了 安娜唯一的救命稻草没了 艾瑞克也找来了这里 她对安娜逃跑还打电话求救的事非常恼火 她不停告诉安娜她已经死了 不应该再跟活着的人有任何牵扯 既然她真的想要证据 那就自己去照镜子 安娜看着镜中的自己面色惨白 眼下无亲毫无血色 跟死人没什么两样 原来艾瑞克没有骗她 她真的死了 艾瑞克见她终于接受事实正准备高兴 却突然看到楼下小男孩目睹了一切 她认出了安娜 因为安娜是她的钢琴老师 艾瑞克没有放在心上 毕竟没人会相信一个小孩的胡话 她的目光转向安娜 这时绝望的安娜突然叹了一口气 镜子上出现了一片白雾 心虚的艾瑞克立马过去擦干净 原来安娜真的没有死 刚才的那口气足以证明安娜是个活人 这一切全都是艾瑞克的骗局 可怜的安娜却被蒙在鼓里 任命地接受自己是具尸体的事实 而另一边男友因为安娜的那通电话 晚上做梦的时候一直梦见她 梦见她的胸口有一道长长的口子 还亲手把心脏挖了出来 男友被吓得丢了魂 醒来后的她竟然还能看见 安娜的人像上面全是血 男友越想越害怕她想去见安娜 可艾瑞克不会让她进去 于是她去了安娜任客的学校 想借此堵物私人 没想到碰到了那个小男孩 她告诉男友昨晚在殡仪馆看见了安娜 她就站在窗边穿着红色长裙 男友一口咬定她在胡说 安娜已经死了人死不能复生 可回家的路上她突然想起 他们分别的那天安娜穿的就是红色长裙 难道她真的没死 男友立马去到殡仪馆 不过艾瑞克的阻拦 直接冲到了安娜的房间门口 不停拉撞着门让安娜出来见她 可此时的安娜已经相信自己死了 她不愿再给男友带去负担 男友进不去对艾瑞克放下狠话 她要去报警 随后她找到警察朋友 说她曾接到过安娜的电话 安娜根本没死 而且她问过护理人员 当时他们只检查了瞳孔扩张和脉搏 医生没看尸体就签了死亡证明 连基本的脑电图都没做 很有可能是被人下了药 朋友不相信觉得她疯了 一旁的警察却说的确有这种药 可以让人短暂停止脉搏和心跳 但去过殡仪馆的胖警察说 她确认安娜已经死了 因为上午她刚去那看了一个同事 突然间她看到安娜的头动了 她找借口支开艾瑞克 然后去探安娜的脉搏和心跳 却发现她真的死了 这话一出默认在相信男友的话 都认为她是忧思过度出现了幻觉和异想 男友也只能任命地接受事实 转眼就要到安娜的葬里 艾瑞克一边为她画上精美的妆容 一边说她可以满足她的一个遗憾 安娜说想跟男友说她爱她 在那段感情中她因为害怕失去爱 所以一直不敢放开爱 这是她一直欠男友的 下一秒艾瑞克居然打开了门 放她出去弥补这个遗憾 安娜不敢相信她小心翼翼地走出去 却看到亲人朋友还有男友 全都在为她举办葬礼 他们的表情是那么猙獰那么恐怖 而她躺在地上被他们冷漠地看着 安娜的精神崩溃了 嘴里好像有很多很多小鱼要爬出来 猛地一下她回过神 发现刚刚都是她的想象 原来她不敢出去 她害怕面对活人 更害怕见到自己的家人和亲人 艾瑞克对她说了一句话 艾瑞克多可怕她准确地拿捏住了人心 如今的安娜更害怕活着 倒不如死了更为解脱 次日安娜的葬礼 艾瑞克为她打了一针 说着能让她的皮肤更加光亮 更为体面地死去 安娜提出了最后一个要求 她想最后看自己一次 艾瑞克没有拒绝拿出镜子给她看 安娜看着镜中美貌的自己有些怅然 不自觉叹了一口气 却发现镜子上有雾水 她突然意识到自己还活着 可她醒悟得太迟了 艾瑞克没有给她反应的机会 直接往她脖子上注射了一针 很快她就昏迷了过去 艾瑞克给她拍了一张照片 然后贴在了墙上 惊讶地是这里居然贴满了一整墙 全都是跟安娜一样的可怜人 然而恶魔艾瑞克却觉得自己是个救世主 帮助他们解脱去极了了世界 随后若无其事地出席了安娜的葬礼 而安娜像一个睡美人一样 接受所有人的吊咽 等她再次醒来时 她已经在棺材里且已经深埋目的 不管她怎么呼救挣扎都没原因 此刻安娜的葬礼宴上 艾瑞克来到了戒酒交仇的安娜男友身边 告诉她安娜其实还活着 男友十分生气要打她 却听到她说安娜没多少时间了 男友开车前往墓地 希望还能救下安娜 她一路狂奔还抄救护车 终于来到了墓地 把安娜从地上挖了出来 急切地把她叫醒 好在安娜还活着 他们还没说几句话 安娜的身体突然凭空消失 原来一切都是她的幻想 她在看见救护车的时候 就已经出了车祸 等她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手术台上 而眼前的人正是艾瑞克 她重复了安娜所有的遭遇 悲剧在她的身上延续下去